至阿元南韩反台没隔离家零口罩啪啪走被骂爆 男友户爱认错没尽到提醒责任 YouTuber亦至阿元日前应到南韩拍片 回台后没做好自主隔离 才闭关三天就参加YouTuber大型聚会典礼走中奖 遭到网友炮轰不顾他人安危 事后他正式发文道歉 同样是YouTuber的男友也在贴文底下护女友发声 认为自己没尽到提醒责任 为此道歉 一只阿元在2月20日前往南韩工作 当时还是第一级警告地区 到了当地后发现疫情迅速延烧 立刻就改了机票提前于22日中午回台 并承诺回台后会自主隔离 而当天上午政府就宣布将南韩列为二级警告区 他回国后在家隔离三天之后就照常出门工作 即参加2月29日的走中奖典礼 且全程未戴口罩 与现场YouTuber们有不少肢体接触 阿元最终在2日下午发文道歉 表示当天主办单位有量体温及做手部消毒 也不清楚二级警示的详细规范 因为没有任何的症状 也没有发烧 所以没留意到规范的细节 只知道不需要居家隔离 坦言自己有疏忽 对于删掉网友的留言 他也道歉 在我一时的情绪下 做出了负面的解读 并轻率地删除了流